男人在海边发现一条被淹死的美人鱼 那雪白的小手 外加性感的身材 瞬间让单身30年的男人目瞪口袋 他捡起旁边的小木棍 轻轻地朝着美人鱼的尾巴抖去 然而美人鱼好像一动也不动 他环顾四周确定没人后 脑袋里产生了一个奇葩的想法 随后他开着车将美人鱼拖回了家中 为了不被邻居发现 他用蓝色袋子将美人鱼包裹 然后一步步地拖到了浴室 紧接着拿来一大桶冰块 将鱼缸铺得满满的 做好这一切后 他才小心地将美人鱼放进去 随后他来到了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一脸疤痕的自己 心想这下终于有女朋友了 为了庆祝自己脱离单身 男人开心地跳起了舞蹈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由于音乐声音太大 美人鱼竟然从鱼缸里爬了起来 男人直接看傻了 只见美人鱼呲牙咧嘴地对着他狂欢 男人意识到了危险 连忙拿来了98k 他打开厕所呢 不料美人鱼突然扑了上来 98k不慎掉在了地上 而男人也被美人鱼的尾巴甩到了浴缸里 他连忙起身 可膀子也被美人鱼狠狠地咬了一口 男人背腾得撕心裂肺 捡起地上的鱼网就盖在了美人鱼的身上 然后举起枪准备送他去西天 可美人鱼突然发出奇怪的声音 男人听完后瞬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然后拿出剪刀给美人鱼松绑 见美人鱼好像饿了 又将冰箱里的肉全部拿了出来 美人鱼狼吞虎咽地吃着食物 为了给美人鱼助行 他竟然将电视机也搬了过来 可看着看着 男人竟然睡着了 而没有吃饱的美人鱼 已经盯上男人雪白的脖子 男人在海边捡到一只美人鱼 见他长得十分幸好 男人竟然萌生一个奇怪的想法 他想将美人鱼占为己有 随后他开着车将美人鱼带回了家中 还用要给美人鱼清理伤口 可美人鱼毕竟是食肉动物 他趁着男人睡着时 偷偷地盯上了男人的脖子 正准备动手时 男人突然被一阵声音惊起 他来到了客厅 原来是好机友酒鬼又来借钱了 男人十分生气 表示都2023年了 谁还没有钱 他想将好机友赶走 可细心的好机友竟然听到了卫生间有动静 随后他不顾男人的阻拦 直接打开了房门 瞬间被眼前的美人鱼吓得一大条 看着浴缸里还活着的美人鱼 好机友开心极了 因为在当地 一条美人鱼可以卖上一亿美金 更何况这还是个活的 随后两人在客厅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浴缸 然后将美人鱼放了进去 看着面前凹凸有致的美人鱼 男人怎么舍得将它卖了 他只想当美人鱼的老公 于是便给了好机友一大笔钱 将它打发走了 为了让美人鱼爱上自己 他拿来一瓶82年的发酵 将投书的赠量赠量的 然后和美人鱼一起共进晚餐 到了深夜 一个陌生女人出现在门口 他向男人打了招 表示自己就是美人鱼 懵逼的男人一脸懵逼 他连忙看向鱼缸 里面的美人鱼果然不见了 男人这才意识到 面前的女人就是美人鱼 而美人鱼为了报答男人的救命之恩 伸出小手慢慢地抚摸男人的脸庞 下一秒 男人脸上的伤疤消失不见了 更神奇的是 他竟然年轻了十几岁 至此以后 两人过上了不休不扫的生活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美人鱼他不见 眼前的这个女人是个美人鱼 只见他将手轻轻地放在男人的脸上 神奇的是 男人脸上的疤痕竟然消失不见了 摇身一变变成了肌肉男 他和美人鱼过上了不休不扫的生活 可没过多久 好机友就出而反而 带着一群人想将美人鱼抢走 男人来到了门外 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别人抢走美人鱼 因为现在的美人鱼是他的妻子 他举起枪对准了重人 见男人竟然来争打 几人害怕地离开了这里 当男人回到了客厅 美人鱼又回到了鱼缸里 而男人也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原来刚才的美女是美人鱼制造的幻觉 其实他一直都待在鱼缸里 而此时的男人已经身陷其中 他幻想美人鱼和自己跳舞 然后搬来梯子 毫不犹豫地跳进了鱼缸里 他慢慢地靠近美人鱼 可就在这时 美人鱼突然咬向了他的脖子 鲜血浸满了整个鱼缸 而男人到此还在做着美貌 至此影片结束 不得不说 这部电影还是十分的精彩 不管是女主角的颜值还是剧情 值得大家花时间去看一下